今天讲到想用Gnome作为企业用户的一个选择的终于平台 因为像我们这次Gnome的会议很多东西都作为一个中端用户 比如说爱好者或者是一个开发者 我今天的主题是从一个企业用户角度来看 什么样的用户或什么样的桌面适合于他们 而这是今天的一个大纲,主要分四部分 因为很简单介绍一下Slide 有些知道Slide什么意思吗? 除了原来Slide的人或者是现在Slide的人 介绍,有吗? Slide Linux Enterprise Desktop 是我们企业桌面的一个缩写 Slide Linux Enterprise Desktop 然后第二个话题是我们是怎么选择桌面的 然后你再介绍一下简单一些方法论 第三个呢是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做什么 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话题 就是说桌面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因为尤其是最近了,大家知道 有一个话题是供应部 也规定说我们建议大家用国产Linux 那国产Linux桌面应该怎么走? 第四个话题比较大 像我个人的一些资历和水平肯定讲不来 所以我只是说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做东西 以及我个人去理解 然后大家有问题或者有任何意见可以随时打断 随时问 因为这里有很多都是熟悉的面孔 所以今天Print Edition不会有太多的水分在里面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干货的 先介绍我们桌面的一些历史 这里很多人可能只是一个中央用户 对一个企业Linux或者Linux发行商 到底什么角色可能还不是一个特别清晴 然后这张图 这个图是从网上下来的 我觉得非常好的拿过用 这页讲的是一个Linux发行商 最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UPSTRAIN 上游 那什么是上游呢 就是代码的原始贡献者 比如说 这里有可能我们的KDE 或者是XRG Nozilla Linux FreeDesktop 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我们认为是 叫做上游社区 然后上游社区 接下去内层 就是发行者内层 比如像SUSI 有网组 REDHAB 然后EBM之类的 做一些机身商 更多工作像一个机身工作 把不同的上游社区 东西给组合在一起 然后最下面就是中央用户 不管是一个企业用户 还是个人用户 就这么一个生态链 所以站在发行商的角度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有点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广告 我们不生产水 我们只是水的大自然的搬运工 发行商其实就是这个角色 但是这样的生态发行 其实是不合理的 也不健康的 比如说我们只是单纯的 从社区上把包包拿回来 传在一起 发布给用户了 然后不回饰给社区 那长久以往 导致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上游的水枯竭了 对吧 对吧 所以其实像红帽 和苏西博会 Canonical 不但是一个集权者 其实也起到了一个 生产水源的作用 然后今天介绍的苏西就是其中一个 然后这张图介绍苏西跟 这张图介绍苏西的历史 其实可以很自豪的说 在某些年里面 Canon就是苏西 或者说苏西就是Canon 然后左边是苏西的历史 苏西是在1992年创立的 是一家专门提供 Enterprise Service的这家公司 从创始初期它的定位就是一个 专业提供企业服务的这家公司 是一个德国公司 所以大家理解苏西 或者是很多人对苏西的印象 就比较一个 比较一个健壮 或者是比较一个 比较严谨这么一个发行商 不会像比如说像 Evanto一样 比较的 比较开放 或者比较包裹 或者比较自由 这是个品牌形象上的差异 然后在历史上呢 我们的苏西在KDE方面 是特别特别有名 就很多人提到苏西 非常非常华丽的一个桌面 华丽道就觉得一种 像欧洲人那种讲血统的关系 比较高贵的 这就是苏西的两个历史 在2003年11月4号的时候 被Norwell收购了 就是苏西的历史 然后那边是耿东历史 耿东其实在 上午大家肯定都听了 Richard Sturman的发言 然后耿东是 怎会有耿东呢 就因为KDE KDE它的一开始版权 QG版权 大家不喜欢 所以大家有一堆人 像Miguel 以及Frederico 现在还是在苏西 他们 他们一起创立了一家 应该先是有 Ganone的社区嘛 然后他们成立了 在1996年的时候 成立了一家 就是西面子公司 专门提供一些 Ganone的一些企业的支持 同样在2003年 Norwell把这公司给收购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苏西的桌面里面 或者说苏西的产品里面 就有一个苏西的Desktop 这么一个产品 然后是在 Slide Slide 9 11 我们都把Ganone 作为我们的Default桌面 同时有KDE 但是 Ganone是Default 人都在我们苏西里 这就是历史 那现在 为什么今天回去话题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 到了一个 苏西的Desktop 进入12的一个阶段 但是在12的阶段里面 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Ganone 3 非常有正关 对不对 其实在之前的一些演讲 也提到这个问题 主要有两个方面比较有 第一方面是UI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曾经有段时间 是没有Classic Mode的 然后当你如果跟社区人 谈论这个东西 他们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Problem 他会觉得 这是一个设计理念 Philosophy 就我觉得 我定义的未来桌面 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这样子 你们跟我争论的是 另外一个桌面 这桌面叫Ganone 2 我们已经做过了 我们做了很多年了 我们现在不想做了 我们觉得我们更先进 更代表未来趋势 所以就是UI方面 确实 然后 你觉得对不对呢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好事情 对不对 因为如果一个 一个守旧的方式的话 肯定没有办法进步了 那一个创新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 Innovation东西 一个艺术家做的东西 肯定有好有坏 所以 但温如和这个趋势 是对的 但这个我说对的是真的一个中端用户 对于一个企业用户来说 它其实想到的东西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比较适用的 比较适用的 像中端用户 它可能有猎奇的感觉 常新的感觉 但企业用户 可能对这方面的要求就不是很大 大家再想像 Genton Classic Genton Shell 这套提出来是什么 就08年 09年开始做 到现在已经有 5年时间了 然后这5年时间里面 争论不断 直到现在 可能5年之后 有很多人才慢慢慢慢的接受了 Genton Shell 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我说能接受 就是一小部分接受 很多人还是不接受 花了5年时间了 那想看我们的 Enterprise desktop Enterprise Enterprise Linux 像红帽 跟Susan 我不知道Kanon以后它是几年 像Susan的话 标准的支持是7年时间 就比如我们12、11 发布开始到最后 我们宣布 7年时间里我都支持你 那发布的当时不可能有 也不是不可能 可能会很少企业去买 用户去买 对吧 可能会过一两年去买 然后你们想想 第二年的时候 有客户去买 他们争论了 闹别牛闹了5年 到最后他们适应了 这个企业产品的时候 我们的产品已经进入一个尾声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挺荒唐的 所以对UI方面来看 企业用户对我们的UI 没办法接受 另一方面是3D 3D 我们知道是 Kanon Shell 它采用的是Clutter 不是GPK 然后Clutter 当年是 Intel有人主打一个全新的Vision 或者一个Library Cool 这个Cool是纯粹基于3D效果的 非常酷 但导致的结果就是说 有些硬件它去不起来 对吧 有些没有3D加速效果的硬件 就去不起来 然后有些可能有洁癖 他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为什么 要给我提供这么累赘 复杂沉重的一个东西呢 我不需要 然后就是怎么考虑呢 大家从什么方向去思考呢 我觉得咱们可以从一个3D电影的角度来思考 比如像 阿凡达 当年出来的时候 它3D效果非常正好 我们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确是 一个很大的路破 但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多电影 所谓的3D电影 它其实就没有什么3D效果 反正像我跟我老婆 经常出去看电影的时候 她有时候就 经常看着看着跟我说 我们看的是3D电影 就觉得根本就没有3D效果 没有必要 对吧 那这两个东西区别在这地方 为什么我们觉得有些比较是不一样呢 就是关注点的一样 有些电影 它是以一个视觉效果来征服观众的 那有些电影呢 它是一个讲故事的方式来征服观众的 那我们的桌面 是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征服观众的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桌面 应该从视觉角度 比如说很厚的 Compase 这种转来转去效果 那就应该用3D 毫无疑问 那如果我们桌面是给用户用 用户觉得好用 用户只剥是一个编辑文本 编辑代码 那其实就是因为做那种东西 那3D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那当然 如果这个3D不会有负面效果 比如说它跑得很快 另外呢 3D也不会需要花更多钱 不像3D电影一样 因为是3D电影 所以我们都花了40块钱 如果3D桌面跟2D桌面是一样价格 用户可以接受 那我们的3D桌面 也是可以容忍的 这就是3D 在我理解里面3D的一个 壁与壁吧 另外当我们选择一个企业桌面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只考虑现在 我们要考虑更长远一点 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 当我们设计或选择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不能站在当下看未来 我们应该正在未来看影响 这个在后面会更加详细调一些 那我们是怎么来选择一个桌面呢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 因为之前 比如像 王磊 包括比如说 光亮很多人在Suzi的人 我们来Suzi 或我们来一家公司 我们只是一个 一个算什么 一个 一个 或者是根本没有机会去参与一些决策制定的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知道 或者不可能实战去知道 怎么来选择这个桌面 那现在进入12的阶段 运气非常好 我们刚刚赶下了就到了 所以 第二方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Suzi这么一个有名的方向来 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一个桌面 任何一个软件工程或者一个做产品 第一件要做什么 需求分析 所以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需求 左边是Enterprise user 右边是End user 然后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区别就是 右边那个是更倾向于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他们不在乎偶尔的灯会 他们只在乎我们的系统 可以给它提供更新的更好的 更出它们意料的东西 就比如这个图 这个图非常经典 很多做产品设计的人都会举重图个例子 下面的红线表明什么呢 红线表明我们的底线 我觉得这是必须的 毋庸置疑的 比如说我们去饭店点一个什么 牛肉面 牛肉肯定是必须的 你不能说连这个都没有 然后另外是期望 期望有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Future Requests 我们要提一些功能要求 比如说我需要 我们那个面可能更软一点 或者更咸一点 或者更淡一点 就是客户的需求 然后另一方面呢 是客户想要的一些 Surprise 他想要的 我用的东西 原来还可以这么好吃 我从来没想过有这么好的东西 比如像苹果手机 或者苹果这些产品出来的时候 所以他们定义了我们的需求 不是我们的需求被他们给满足了 所以我们说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是非常伟大的 因为他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然后这就是韵线所画的东西 我们如果做一个End-Use的Desktop 那其实竞争力就体现在那个韵线上 是吧 比如说宜邦主他做的一开始 我们都没有Software App Center的时候 至少Lindings里面没有的 他做了这个东西 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非常好 就是End-Use 但对于一个企业用户来说 他其实不是这么想要一个Surprise 企业用户更在乎了一个什么 应该是兼容器 就是我在老板们里面需要怎么用 我在新门里面就想怎么用 我不想每天就 就是各种新企业东西让我去学习 让我去尝试 那些东西是他们在家里用的东西 不是在企业里面的东西 企业东西相对来说 我不要想这个什么样就怎么样 你不要跟我每天跟我讲些创新什么 我不要这些东西 我只要按部就班就行了 这是企业用户 第二个是数据的一些迁移 比如说我们从SUSE11到12 或者甚至说比如我们从HOMO 迁移到SUSE 那数据肯定不能丢 不管你的版本对有什么区别 至少在新版本里面只有版本的数据 是应该弄得很好的 这是另外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对质量要做非常高 刚才李斌演示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李斌说怎么会有个Warning 然后呢 Warning就Warning过去吧 那怎么呢 我们有Error我们都不怕 我们如果Cross 我们从前就OK了 这是End User 他是常用的一些做法 但是企业用户他不是这样子 企业用户觉得 为什么有Warning 我对东西还可不可靠 好好的有Warning 都特别紧张 所以你看 比如说我们这些工程师 他们直接做了一些bug 就是 比如说用户提了一个Warning 我接到bug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Warning都要提bug 还是很高级别的bug 但他们觉得Warning 背后是有很严重的Warning 所以他们说就是一个 其实没什么 但他心理上压力受不了 他就想要自己的系统 非常干净 非常稳定 也非常牢靠 这就是企业用户 跟End User的去 然后你就可以Warning去吧 没有 但是 有一种做法是可以这么做的 就是当你很紧急的时候 的确可以这么做 这不得不承认 就是 我们如果衡量这个东西 的确是 不造成影响 但是用户 有非常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做 但是如果 更详细的去 analyze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 Warning 其实比Arrow 更可怕 对吧 因为Arrow的话 我们有张可行 我们肯定是错了 那Warning是什么呢 Warning说明 这个东西存在什么 我们作为一个集成商 就我刚才发明的东西 我们集成商 我们在集成的时候 肯定有组件 我们没用队 没组合好 所以Warning 其实反倒 从我现在认识里面 我觉得Warning比Arrow 更加重要 就当你把一个系统弄得 连Warning都没有了 那就是一个完美的系统 大家如果做过一些 比如说 Build Server 包括GDP编译 他以Warning 有这个 叫什么 Arrow级别 对一个 GDP编译比较高的系统 来说 编辑来说 他把Warning全开 他希望一个Warning 都没有 因为的确是好事情 这个事情 说明的代码很完美 不然的话 万一你迁移到另外一个系统 他把Warning 编辑给Arrow 你跑不起来了 就对GDP编译 就说到底 这就是我 第三点说的 一个非常 高质量的东西 也就是 大家可以理解 得我 而我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 我可能我的奔驰车 不是那么酷 不是那么炫 但是我就是 非常可靠 然后说可靠 导致结果什么呢 导致结果 我长期来看这个品牌 大家很认可 很可靠 就是Enterprise 应该做的事 当然在一个完美的世界来说 我们可以把这三点多的很好 对吧 我们既可以有 Innovation 也可以有 一个solid quality 但是对一个企业来说 获得不考虑成本 所以 我们必须把有限资源投入到 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 Enterprise user 跟end user 发行中的 重点不一样 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重点 比如说 像TVIN 他可能做一个游戏center software center 会很逊的桌面 那我们呢 可能把重点集中在一个 监生性方面 数据方面 以及质量方面 任务上 OK 然后提到了桌面 前面提到桌面 UI跟3D效果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另外一些需求 然后Customer 他们说 我们只 这像河东2 这已经很好了 我不想变 就像XP一样 XP 微软为什么推不动 其他一些东西 因为用户觉得 XP就已经完美了 我们不需要什么 Vista 或者是 7-8 XP已经够用了 那怎么办 有什么选择呢 第一个选择就是 因为Gnome 3 它没有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选择就是 我们选一个 其他的桌面 比如说 XFCE 比如说MAT MAT 我不知道大家熟了 MAT其实是一个 Gnome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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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k 大家可以觉得 这就是Gnome 2 这是一个Solution 第二个Solution 就说 让Gnome 3 变得像Gnome 2 对不对 这其实是用倒退 因为格农3设计者既然决定往前走的话 我们有硬身把他拉回来设计的倒退 但是为了企业用户为了那里总是没有换了 比较幸运的是格农需要的本身 因为任何桌面系统它都是可以很高度配置的 也有像格农需要中以脚本来配置的一些桌面环境来说 所以我们后来是选择了格农2 因为格农需要可以让它变得像格农2 现在是格农3 然后另外还有原因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格农需要比较好的呢 因为格农需要比格农2要更加先进一点 因为它有一些想象空间 包括Ellen Day他讲的时候有些人问 格农有没有兴趣做一些摩托亚的东西 那这点在格农2里面是没法做的 格农2比Touch就是触摸屏 以及一些小摄的一些东西制度非常不好 然后格农3现在做的比格农2稍微好一点点 但也不是那么好 但至少我们如果选格农3作为一个 未来7年的一个技术基础的话 就有想象空间的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扩展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后来觉得格农3比格农2 更适合做一个现代的一个企业桌面的一个原因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3D 3D的话 3D大家知道3D的事情是一个硬件加速的一个过程 然后对一个没有硬件的环境来讲 之前是没有办法 结果是无计可施 后来LLVM这么一个组织 它用一个LLVM派的这么一个方式 让软件来模拟硬件 通过软件加速的方式来实现了3D的效果 这样就可以帮助很多用户 在没有3D硬件的情况下 让肯定需要可以跑起来 所以从可行性方面来讲 有了这么一个技术出现 3D 软件 比如可能需要可以在任何机上 都可以很好积极运行 然后右边是一个图 反正是一个非常 对我来说非常有指导意义 或者对我来说 学到很多的东西 就当年我在看3D为什么会 Redhead的一些工程师会选择3D作为一个桌面的一个基础的一个Library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我们都应该有3D 有应用2D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电脑都没有3D加速 所以你这东西必然导致有很大一批用户 你跑到其他用户去的 你就是把自己的份额给让给其他用户了 然后Redhead他们人怎么说呢 他们说 技术是往前发展的 然后我们作为一个软件开发者 我们要跟上最先进的技术 然后至于3D 3D硬件的比如价格也好 普及率也好 那些是3D厂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那些厂商没做好 那还有软加速那些方法 那些工程师可以做相应的事情 所以整个一个环境或整个一个产业要得到发展的话 是应该每个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往前看的一个方式 有这么一个思维 整个产业才能往前发展 你不能说为手为脚的 你觉得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3D会怎么样 硬件会怎么样 我就原地不动 这样场景来看 就整个生态圈不会往前进步了 然后我觉得下面的图就非常的典型 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说足球 昨晚上刚好光马夺冠了 然后这个足球 这个图就是说明 你看这个里面 这个哥们 想传给边上的人 他有两个方向可以传 一个是红线 一个是蓝线 红线代表他 那个人现在站的位置 蓝线代表着 他可能出现的位置 那大家应该往哪传 我觉得踢过球的人都会觉得我们应该往蓝色的地方传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进攻 对对方的压力更加大了 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谈 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显然是蓝线 但大家想一想 其实像中国足球为什么这么辣 很多人抱怨他们烂 就因为他们站着踢球 他们就原地不动了 等他们传到我脚下来踢球 然后相比较比较高级的一些球队呢 比如说黄马或者是德国球队 或者是比如西班牙 他们都跑着踢的 他们每个人都一直说 我们是配合团队 我们都往前踢 我相信我们的队友可以跑到那个地方 然后这样才能让整个团队 整个team更加有竞争力 那同样对于IT行业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相信 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 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这样才能让整个身材圈变得更加蓬勃的发展 然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黄马的一些人在 是要在思想经济上比较 可能其他一些人可能更高一点 因为他们一直在引领一些进步的发展 而不是说简单的 比如拷贝别人或者是模仿别人 另外呢在选择格动3的时候 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去研究其他一些桌面 比如刚才说到的XXE 比如说MAD 比如还有Cinema 之类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桌面 之类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桌面 然后评判哪个桌面环境更加好呢 简单来讲有这么三点 第一点就看到成熟度 就是它这是一个有很多年历史的 同时呢它被广泛接受的这么一个桌面 也就是它品牌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很多选材料会跟它品牌呢 对吧 我们不可能一个新出的桌面 它可能很亮丽 但是我根本就不知个人之底的 我就选了它 然后另外一种看 现在为什么桌面很多 像Linux行业或者桌面行业 它其实分片化碎片化特别严重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能够跟进 我能够赶进一些东西 但其实这么很微小的赶进 只不过是迎合了一小部分用户的需求 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因为竞争力不是体现在这么一小的差异化成果 这是一个成熟度的朋友 第二个呢是活跃度 那有些产品非常活跃 非常成熟 但是不活跃 那也必然被社群给抛弃 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 比如说SCIM 对吧 比如说 昨天它还在 那个 桌子还在了 今天它不在了 然后那个 后来我们就选了 iBus 为什么呢 就因为 没有人去维护它了 然后我们的整个GTK 或者Clutter 我们整个相应的一些组件 Winmanager也好 都是往前发展的 然后呢 这么一个东西 虽然它很穷 但它已经拖后腿了 所以不管iBus它是不是成熟 是不是在企业用户里面 有广泛的认知度 我们还会把 SM给抛弃掉 选择一个iBus 像我CMD的那个Lennard 他就说了他CMD的一个趋势 他从而永远不会有一个说完成的一个概念 因为他相信他的观念就是 技术要在发展 所以我们的CMD必须得时刻关注社区的发展 现在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方向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它是需要upstream的 有些产品呢 可能很好 但跟商业的产品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他可能一个小团体的人在那边做 对吧 他这样的话就说让别人觉得不是很可靠 因为社区的力量就在于很多人都可以参与的贡献 如果这么一个产品被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个小公司去操纵的话 那就是不对了 那就是说它极定是名义上的开源 而没有达到开源的实质 就是让更多人参与了项目 右边的是当时我们选用不同桌面 我们当时衡量不同桌面环境的时候采用的一些工具 然后我当时看的是一个叫GitStatus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有下来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会会再交流 然后它其实就是反应格能需要通过GitHub GitHub的方式以及数据的挖掘和课计 看一下不同项目的比如说活跃度 还有贡献率等等 或者参与人数那些 所以经过相对比较 我认为还比较科学的一些计算 已经判断了 然后我们觉得还是格能需要比较好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什么东西要对待错呢 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 肯定会有人知故人就会问你对不对 因为无论任何一个产品 它们都会有一些抱怨 就觉得你真的不好 你真的不好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不是那样子 所以再好的产品都会有抱怨 然后我们 我们的观点就是说 你们先不用管一些东西 既然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了 那就坚定不移得把东西给指引下去 这是我们的态度 你不能说犹犹豫豫的 一听抱怨就放弃之前的决策 因为我们相信之前的决策是理性的 是科学的 那我们就坚定的指引下去 然后右边的是当时有一段时间 大数据非常火 也了解一下大数据 当时有个想法 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 开源项目成熟度的分析框架 这样就比较智能的 可以知道每些项目比较有前途 每个项目认出比较好 就不用我们去费心费的 一个月去搜了 只要去网上去点击 它自动可以看到你 因为像大数据 比如这个Moneyball 它其实这个电影 我没看过 就看到介绍 介绍就是这样子 它不是通过看一些橄榄球 棒球 不是看棒球手的一些具体美墙 它就是统计 统计结果的确更加科学 就大数据 OK 然后因为时间 可能今天讲太多 时间不太够 然后等一下 我们在做什么 首先我们跟社区的一些开发者 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focus在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 Library上 以及核心的一些应用场景上 比如说认证 比如说Network Protable 比如X 这一个问题是社区开发者 肯定觉得很无聊的东西 因为没有一些成就感在里面 但对于企业用户来 这个反倒是对的核心的 因为昨天跟一些人聊的时候 他们就很好奇觉得 企业作品到底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个就是 用户在命部署的时候 怎么跟他们一些项目环境 比如说Windows Exchange Server 或者是Windows Samba Server 怎么跟他们更好交互 认证仅仅做这些而已 然后我们不做什么呢 我们不做 比如刚才提到的 AP Storm我们肯定不做 因为我们可以做 但觉得这个暂时不是我们的战略的机构之一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的工作 比如说硬件一些实配 一些Debug 比如Warning去除 然后在不同复杂环境里面 怎么更好交互 以及满足一些客户的需求 然后任何一些地方 比如我们自己开发 我们QA和社区 KDbug 这些是我们日常工作 非常无聊 但是我觉得 其实一个好的质量的东西 就是这么无聊的东西 一个提出来的 而不是说 每天都有很多Innovation在里面 同时呢 我们会把我们作为Fix.Dream 一个好处是对社区的支持 另一个好处是 其实社区是 判断你工作好与不好的 一个唯一标准 因为你很容易闭门造车 你会觉得我工作很好 但真的好不好 只有社区才知道 当你的Tag 或者你的工作 被社区认可的时候 你才可以肯定说 你的工作 或者你对产品 对Bug的理解 已经跟着他们的节奏了 然后这个是就是说 对企业 Enterprise 开发者的一些建议 还是需要一些耐心 耐心可能比一些激情 更加重要的 因为毕竟不是说 一天两天工作 我们可能工作一年十几年 或者几十年 另外是 我们的工作是用 patch来做的 不是套演讲来做的 然后这些是我们的objective 一方面就是提高我们的产品一方面 因为到现在 如果任何人 比如说对社区认识的人 觉得我们这边 有东西 你们可以对你们有些帮助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的群里 或者我们有开会的项目 也可以来我们公司参加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 给你的桌面的一些优势吧 然后就跟我一开始都说的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话题 过这个session的话 大家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讨论 或者有意见也不先说 我不觉得我就是一个权威 How to promote Linux 台造 右边是一个非常 可能很多人觉得比较熟悉的画面 就是上礼拜前礼拜 工信部那个工程师 他说的一个支持我们国家的Linux 然后这些Linux 或者Linux桌面 持有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就是End User 一个途径就是 以End Price User做入口 这两个什么区别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的Social Media 我们的SNS 在国外现在比较流行的 有哪两个派 第一派以Facebook为代表的一些 大陆媒体 面向的是End User 另一派呢 是以LinkedIn为小的 以及面向专业人士的一些 Social Media 然后这两个其实都很成功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途径 我就连出这两个途径 其实都是很有前途的 所以我们可以走这一条路 也可以走第二条路 比如说Ubundu 它走的就是第一条路 像DeepIn它也走到第一条路 然后Suzi呢 就是第二条路 然后这个实际上 我们可以点一个Suzi分析 在很多地方可以用的 然后我今天来拿来用一下 优势什么 Linning的优势 或Linning desktop的优势 就是它的Community 没有其他 你们能想出的 所有其他类优势 都是继承于Community 因为如果没有Community 如果没有Community 我们永远比不过那些专业人士 比如MacBook Swap 那例子是什么 例子就是SDK Document 就比较差 像Android Android或IOS 为什么要这么火 因为它路上很快 刚才比如说 李斌刚才提到一个问题 是API老变 这就是一个很令人反感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 另外一个呢 商业支持 然后商业支持 就是我们提到 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商业支持比较弱 机会是什么 机会是在于 第一方面 Linux这个概念 Linux Server 越来越popular 所以我们跟用户的 服务器交互 也更加方便 不像以前一样 会需要跟一些私有软件 或者商业公司 进行反反复复的一些交涉 或者去反编译 才知道对方的protocol是什么 所以对桌面来讲 这方面会更加轻松 另一方面 气候今天主题 Gnome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管道 作为我们的企业桌面 然后这里有误区 就是很多人觉得 或者是我们网上可能觉得 XP Auto of Service 是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永远不是机会 你不能把自己的机会 寄托某一个经验对手 某一个产品 不支持上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永远 你如果这么想的话 我们的桌面 永远没有前途 另外一个威胁吧 威胁肯定不会来自Windows 也不会来自Android 因为他们是现有的 一些大主意 我们是小的 只有我们对他们威胁 他们从来不会觉得 或者说我们不应该觉得他们是威胁 结果他们觉得我们是威胁 因为我们可以求一点很小 我们找一个很小的一个Market 做一个开始 就可以做得很好 就很为达到一个预期 真正威胁就在于Misleaving 就是很多人觉得 就是说政府或者什么 对一个Linux发行商应该怎么做 他给出了一个 我们觉得不是特别满意的一个方向 包括之前做的一些 比如说红旗为什么倒了 因为他们这样的方向 就是一个误导别的东西 他采用政府支持 你要把一个Linux Enterprise 或者Linux Desktop 或者Linux Server 放入一个市场竞争里面进行 他这个温室里面的东西 这就是于Misleaving 你这样就永远成不了 大家可以现在我们的汽车行业 汽车行业 这么多年汽车行业有点个成功的 其实很少不让汽车比较好 说到底就这么一两款 一两款 有哈佛之类的 特别是特别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款汽车 真正在市场 对别人进行竞争 其他一些汽车都是国家扶持 对不对 或者是国家采购 这都是什么什么名的东西 然后Suggesting Suggesting 第一个是 我们如果不做社区的话 如果某一家公司 或某一公司想做Linux Desktop 但不想做社区的话 那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他把最强的东西 就唯一的优势给抛起了 第二个wigness 做更好的SDK 比如说上午他们说的 sandbox 比如说有帮助他 有帮助提出的 比如说有帮助SDK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个方向 然后另外呢 就比如像我们工作的一些 commercial 的支持 然后机会是什么呢 机会是 什么建议 大家还是应该多用多推广 因为 越多用户去用 越多问题吧 或者是参与一些修复 这个才是对我们桌面有个更加改进的地方 然后威胁这方面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自由软件 开源软件 还有更清楚认识 我们不要把一些基本东西给忘了 而把东西期待寄托在 比如说国家知识上面 没错 有没有 future 有没有 future 有没有 future OK 就讲到这儿 时间应该差不多 然后最后一个是简单一个小 一个 国家的issue open source issue 在10月18号到19号 在 也是在这个地方 举办 然后到时候 如果大家对 open source issue 或者是开源 或者对我们公司有些 问题 或者想知道的东西 到时候可以 看一下 谢谢大家